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 退烧药这些东西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医疗史 退烧药的进步背后是人们对科学越来越深入的理解 所以我想用两期视频来聊聊退烧药的历史 如今我们都知道 发烧其实是身体的一种免疫反应 中枢系统通过提高体温 一方面抑制病原体的伸展和繁殖 一方面促进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清除病原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 发烧对身体的康复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而人类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正面作用的存在 在古希腊人看来 发烧是身体正在复原的现象 医学之父西伯克拉底就曾经说过 只要给我能让人发烧的能力 我就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 他甚至注意到 发烧对精神疾病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比如 瘧疾导致的发烧 对癫痫症状有所改善 到了古罗马时期 人们甚至会建造妙语来供奉发烧之神 当然 古代的医学家意识到发烧的正面作用 甚至产生发烧崇拜 更多是源于大量的观察 结合了自身世界观和信仰做出的判断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 他们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发烧的机制 而发烧作为一种未知的存在 会引发崇拜 自然也会引发恐惧 恐惧才是人类面对疾病最自然 也是最广泛的反应 很长时间里 人们并不能分清疾病和症状的区别 人们把发烧本身当作一种疾病 比如他们会说 今年的发烧伴有大量红疹 去年的发烧会产生水泡 而现在我们知道 虽然都是发烧 但一个是麻疹 一个是天花 尤其在抗生素出现之前 许多导致发烧的疾病都有相当的致命性 所以一直到18世纪 人们对发烧病或者寒热病都怀有相当大的恐惧 因此治愈发烧 也就是退烧 在医学史上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类历史上关于退烧药的记载 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最早的医学文献 埃伯斯植草书 这份文献陈书的时间 大概在公元前1534年左右 其中记载柳树可以用于消炎止痛 还可以治疗咳嗽 此后 关于柳树用于症痛退烧的记载 也是长期存在 到了古希腊时期 西伯克拉底会利用柳树皮提取物 为分娩妇女症痛 而在古罗马时期 也有诸多医生在各种著述中 记载柳树的药用功效 另外 在中国 南部非洲等地 也存在着柳树入药的记载 从主树皮脂到树皮抹粉 柳树皮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退烧药 关于柳树皮为什么能退烧 现在我们知道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水洋酸盐 只不过古代的医学家 并不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而且随着欧洲进入中世纪 柳树作为药物的记载和使用逐渐失传 可以说此前的医学发现 和后来人类对退烧药的研究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柳树的功效被重新发现 是18世纪的事情 此外 另一种被长期应用的退烧手段 则是放血 所谓放血疗法 源于古希腊的体液说 这个理论认为身体状况 由四种体液控制 分别是黑胆汁 黄胆汁 粘液和血液 四种体液失衡会导致疾病 放血就是平衡体液的一种方式 至于放血退烧 作为推崇这个疗法的 应该是希伯克拉底的谜底 古罗马医学家盖伦 在他看来 发烧的病人应该每天放血两次 第二次也要放到它们晕过去为止 这里提一下 关于放血退烧的说法 各国古代都有计算 但是区别很大 中医所谓的放血 往往也就是放个几滴血 意思一下就差不多了 但在欧洲 至少在英国医学家哈维 提出血液循环论之前 欧洲人认为 血液是无穷无尽的 放多少都没事 所以放出来的血量 往往都是按生来计算的 所以病人很多时候不是病死的 而是被医死的 对此 欧洲古代的医生 也有一套辩护的话术 我们的治疗方法非常有效 除了绝症 其他都能救活 只能说 逻辑过于严密 利于不败之地了 从盖伦开始 放血退烧至少流行了1700多年 直到1920年 英国的医学教科书上 还在提这个疗法 除了放血 符咒 炼经药 念诵咒文和驱邪 都曾经用于退烧 当然 这些治疗方法很难说是医学 但在古代 所谓巫医巫医 巫术和医学 一直就是息息相关的 而科学取代迷信和乌医 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 至少 真正有效的退烧药的诞生 和科学关系不大 在退烧药诞生的历史上 有一种疾病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瘧疾 只不过 在很长时间里 人们并不能清晰 界定瘧疾的存在 只能把一类症状 同称为寒热症 包括发烧 头痛 胃寒 浑身无力等等 而瘧疾恰好在 寒热症的覆盖范围内 17世纪初 西班牙人发现了一种 南美树木 它的树皮能产生一种香脂 当地人用它来治疗伤口 对发烧似乎也有效用 这种树 如今被命名为 图鲁椒 唯一的问题在于 图鲁椒非常稀厂 很贵 于是 西班牙人希望找到它的替代品 很幸运 他们在秘鲁 找到了一种树 作为替代品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金基纳树 西班牙人学着当地土著 把金基纳树的树皮 摸成粉冲覆 发现有一部分的寒热症患者 很快就康复了 于是 这种树皮被引进欧洲 被当作一种退烧药 前面我们提到 发烧只是一种症状 而不是一类疾病 大部分退烧药只能退烧 让患者稍微好受益的 但无法让患者康复 甚至可能让患者病得更严重 但金基纳树皮不一样 它含有一种生物件 也就是葵宁 奎宁本身的确是有退热的功效 同时还能杀死导致疾病的虐原虫 是虐疾的特效药 用电视上常见的话术来说 它不仅治标 而且治本 这让奎宁和其他的退烧药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以当时人们的医学技术 是看不出退烧和治病之间的区别的 但他们能看出 金基纳树皮的使用 的确降低了发烧者的死亡率 于是在天主教会的大力推广下 金基纳树皮粉被命名为 耶稣会使药粉 传遍了整个欧洲 除了一个国家 那就是英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英国人也苦寒热病久矣 但英国人信仰新教 而耶稣会使药粉 身上强烈的天主教色彩 让英国人无法大大方方的接受 在英国社会 对药粉的争议很大 虽然不是完全买不到 但民间接受度始终不高 一直到17世纪末 英国也只有王室贵族 会私下使用耶稣会使药粉 治疗寒热病 传说克伦威尔患上寒热病后 医生曾经给他提供过药粉的选项 但他拒绝使用天主教的肮脏药品 而选择了放学疗法 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个是野史 不必太当真 但英国社会对这种药 接受度不高也可见一斑 另外英国人想要搞到 金基纳树皮也不容易 金基纳树产地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进口被西班牙人垄断 价格不便宜 英国人也尝试过引进这种树 但培育的工作 直到19世纪才形成规模 在那之前 英国人还需要找到一种代替品 在古代欧洲 流行着一种医疗理论 叫做信号说 这个理论包含两大指导思想 而这两大指导思想 我们也很熟悉 第一大思想是以行不行 之前我在壮阳史 那期视频里聊到过 全球男人都相信 能钻的长条状的动植物 都可以壮阳 法国男人就认为 竹损可以让男人重镇雄风 英国也有吃鳞鱼的说法 此外 雪根草红色之叶 用来治疗血液病 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 胡耳草可以治疗结石 子草种子形似毒蛇 可以治毒蛇养伤 都是欧洲人的常规操作 为了践行以行补行 欧洲人甚至吃人 只不过真正的汉泥拔还是少数 欧洲人更喜欢吃干食 也就是木乃伊 他们相信木乃伊的颅骨 吃了可以治头痛 而信号说的另一大思想 就是他们相信 疾病发病的地方 附近一定能找到治病的药物 比如欧洲人经常会用一种 名叫酸膜的草本植物 治疗刺伤 而酸膜经常出现的地方 就是容易造成刺伤的寻麻 这个观点可以说 和武侠小说的观点很类似 那就是凡事有毒物出没之处 其一步之内必有解药 信号说如今看来确实不靠谱 但恰恰就是这两套方法论 让英国人找到了 荆棘纳树的代替品 你说巧不巧 现在我们知道 瘧疾源自瘧猿虫 而瘧猿虫 是通过蚊虫钉咬进入人体 而潮湿的地方 尤其是死水边 最容易滋生蚊虫 但当时的人们 只能理解到最浅薄的一点 也就是寒热病可能和谁有关 从这个思路展开 瘧疾的特效药 自然是要从沼泽之类的地方去找 1756年 一个名叫爱德华斯通的英国牧师 在自己的教区散步 路过一条小溪 小溪岸边种的柳树 风景很不错 于是斯通牧师 在岸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像一个开车回家 不肯上楼的中年男人一样 开始享受专属于自己的moment 闲着无聊 他捡起一块柳树的树皮 丢进嘴里 前面我们提到耶稣会是药粉 在英国只有贵族 或者是有地位的人吃得起 而身为牧师的斯通 恰好就尝试过 柳树皮的苦味 一下子唤起了他的记忆 两者的味道颇有相似之处 斯通是信号说的忠实信徒 从以形补形出发 他展开了想象 既然味道相似 那么功效也必然相通 柳树说不定会是 荆棘纳树的平体版 况且柳树长在水边 恰好符合七步之内 必有解药的原则 BUFF都叠满了 这柳树没用也得有用啊 于是他将柳树皮采集起来 制成药粉 给自己教区得了病的穷苦人服用 没想到退烧效果相当好 斯通在本地做了五年的实验 才将结果写信交给了 英国皇家学会 1763年 柳树的药用价值 在皇家学会得到了正式发布 从此柳树皮作为金基纳树皮的替代品 成为寒热症治疗的新手段 到18世纪末 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 后来到了19世纪 化学家们开始尝试 从天然药物里提取有效成分 柳树再次成为研究的重点 1828年 慕尼黑大学药学教授 约瑟夫·布赫纳 从柳树皮里提炼出了 少量带苦味的黄色晶体 并且将其命名为水羊肝 次年 水羊肝的提成方法得到了改进 提取的效率大大提升 1838年 拉法莱埃·皮利亚 又成功通过水羊肝 制备了一种从未被发现的油气酸 命名为水羊酸 此后 科学家又发现了 锈线菊也可以提取出水羊酸 而水羊酸就是柳树皮的有效成分 只不过水羊酸 并不适合作为药物大规模推广 它对胃部的刺激太强 剂量稍微大一点 就会引起严重的烧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法国蒙比利埃大学的化学教授 夏尔·热拉尔再次展开了研究 他先是从分子层面 找出了水羊酸刺激未必的原理 到了1852年 他将乙仙肌引入水羊酸分子的枪肌上 合成了乙仙水羊酸 可惜的是 由于技术限制 产物纯度太低 制备太麻烦 热拉尔看不到其中的商业价值 很快放弃了后续研究 也没有开展实验 乙仙水羊酸的药效 只停留在了理论上 在那时 谁也没有意识到 乙仙水羊酸 后来会改变人类医疗的历史 而这一切都源自私通的无心插流 真正将乙仙水羊酸 引入商业世界的 是德国的拜尔公司 我们都知道 拜尔是当今的世界制药巨头 但在刚创立的时候 它经营的主业 其实是合成染料 转型的契机发生在1886年 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退烧药 名叫退热冰 在德国大受欢迎 这件事给了拜尔公司很大的刺激 什么退热冰 都是噱头 不就是乙仙本安吗 我们家也能生产 在19世纪 制药业和合成染料业 本质上都是煤炭化工的延伸 关系非常密切 事实上 研制退热冰的企业 其实也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同行 跨界做药 属于顺理成章的业务扩展 对拜尔来说确实不难 另外拜尔公司也意识到 药物这个东西 如果你用专业名称来做药名 普通老百姓看也看不懂 念也不会念 那就很难推广 所以最好起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在营销上会很有优势 于是在退热冰的刺激下 拜尔公司也开展了研究 鼓倒出了一种效果更好的药品 队乙仙安基本乙迷 出于营销的考量 也为了和退热冰划清界限 拜尔给对乙仙安基本乙迷 起了个名字 叫做菲纳西丁 结果菲纳西丁卖得比退热冰还要火爆 拜尔公司顺势转型成为了一家药企 顺便说一下 无论是退热冰还是菲纳西丁 都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甚至会致癌 但这两种药品 后来成为了另一种退烧药的基石 在历史上大放异彩 这个我在之后的内容里会讲到 说回拜尔 转型药企之后 拜尔组建了两大部门 药盐处负责研发药品 处长由犹太人阿图尔·艾亨格伦担任 在艾亨格伦手下 有一位年轻优秀的有机化学家 费里克斯·霍夫曼 堪称他的左膀右臂 而另一大部门药理处负责新药的检验审查 处长则由海英里希·德雷泽担任 而正是这三位 主导了乙仙水洋酸的研究 在退烧药的历史上 留下了最重要的遗产 只不过这段研发新药的故事 存在着多个版本 显得尤其枯朔迷离 拜尔公司的官方记载里 对年轻人霍夫曼的贡献 推崇被制 据说霍夫曼研究水洋酸的初衷 是为了帮助父亲解决 常年严重风湿症的痛苦 他父亲曾经服用过水洋酸呢 但是受不了胃部刺激的副作用 于是霍夫曼展开研究 最终合成了乙仙水洋酸 经过海英里希·德雷泽检验审查 发现药效令人满意 此后便推向市场一炮而红 这个为父亲开发新药的故事 非常著名 但直到1949年 爱亨格伦在去世前 撰写了一份回忆录 对这个美好的故事提出质疑 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 其中的勾心斗角 在回忆录里 爱亨格伦表示 自己才是发现水洋酸研究价值的人 他认为 只要能够想办法解决副作用 在商业上必然大有可为 于是在他的主导下 霍夫曼才展开了研究 根据爱亨格伦的说法 他把项目交给霍夫曼后 霍夫曼开始查阅资料 希望从固纸堆里 找到一些思路 结果就被他翻到了 此前法国人热拉尔 对乙鲜水洋酸的研究 觉得这可能是个不错的思路 比起40年前热拉尔的时代 18世纪末的拜尔化学实验室 科研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霍夫曼很顺利地 就合成出了 纯度不错的乙鲜水洋酸 只不过 当爱亨格伦把产品交给 德雷泽检验时 德雷泽很轻易地 就否定了这款新药 他宣称乙鲜水洋酸 会造成心脏的问题 拒绝通过这款药品 很难说德雷泽是否有私心 但当时他的手上 的确有一款 潜力巨大的新药等待研发 在他看来 公司把精力放在 乙鲜水洋酸这里 纯粹是浪费时间的 这款新药 学名叫做二乙鲜马菲 而它还有个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 叫做海洛因 海洛因并非完全 全由拜尔公司独立研发 和乙鲜水洋酸一样 他也借鉴了 大量前人化学家的研究 众所周知 马菲是鸦片的提取物 既是一种毒品 在医疗上也被用于止痛 此外 在19世纪 马菲也广泛用于肺结核 和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 问题在于 马菲的成瘾性很强 它是一把双刃剑 而且杀敌一千自损一万 附加持续流血效果 加弱化效果的那种 到了德雷泽这里 他突发奇想 如果可以降低马菲的成瘾性 但保留药效 那必然是一款跨世级的神药 艾亨格伦和霍夫曼 对乙鲜水洋酸的研究 启发了他 既然乙鲜化反应 能降低水洋酸的刺激性 说不定也能用来处理马菲呢 有意思的是 德雷泽也很看重霍夫曼的能力 虽然他亲手把乙鲜水洋酸 打进了冷宫 但他绕过艾亨格伦 直接把马菲的项目 交给了霍夫曼 而霍夫曼也不负所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他只用了两个礼拜 就搞出了二乙鲜马菲 得到产品后 霍夫曼马不停蹄地展开测试 而测试结果也如他所愿 新药不仅管用 志愿者服用后 甚至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这是服用毒品带来的结果 但在德雷泽那里 这种英雄气概 无疑是药效显著的表现 于是他突发奇想 用英雄Hero给新药命名 于是海洛因Heroin诞生了 不知为何 从德雷泽到拜尔公司 甚至当时的医学界 都忽视了海洛因极强的成瘾性 相反 海洛因的面试 让公司上下陷入了兴奋的情绪当中 在他们看来 海洛因可以止痛止咳 完全可以成为家庭常备药 可以给小孩使用 甚至可以成为类似可乐咖啡一样的提神饮料 公司也可以靠这款新药逆天改命 事实也是如此 海洛因一度给拜尔公司 带来了极大的商业利益 直到多年后才被定性成毒品 彻底从商业市场驱逐了出去 另一边 当德雷泽和霍夫曼 放出了瓶中的恶魔 乙鲜水洋酸还坐在冷板凳上 作为乙鲜水洋酸项目的主导者 爱亨格伦自然是不乐于 看到自己的风头被抢走的 于是他先拿自己做了实验 发现并没有出现 德雷泽声称的心脏问题 于是又通过公司内部的销售渠道 把药送到了一些医生手上 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些反馈 一款没有通过审查的药品 私下在病人身上做实验 爱亨格伦的做法 从程序正当性上来看 可能比搞出了海洛因的德雷泽 更应该受到谴责 但在19世纪 那个对食品药品的监督管理 都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年代 是不会有人去追究他的 更幸运的是 乙鲜水洋酸受到了一致好评 不仅没有出现心脏和胃部的副作用 而且止痛退烧效果相当好 拿着实验结果 爱亨格伦直接找到了公司的高层 在高层的受益下 德雷泽不得不再次对乙鲜水洋酸做出评估 这次乙鲜水洋酸的效果得到了充分肯定 讽刺的是 由于是德雷泽最后为乙鲜水洋酸 做出了检验报告 而这份报告在后来被医学界广泛引用 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 德雷泽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而且通过销售收入提成 发了一笔大财 而在这份报告里 并没有提到爱亨格伦的贡献 此后 当纳粹在德国掌权 开始迫害犹太人 要知道拜尔是纳粹党工业体系里 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在纳粹党书写的历史中 自然不会承认犹太人主导的研究 于是霍夫曼被捧了出来 而爱亨格伦成了三人之中 最被冷落的那一个 但在我看来 爱亨格伦所做出的贡献 远不止研发层面 前面我们提到 药品想要卖的好 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很重要 于是爱亨格伦用 以鲜化 锈线菊 和常用的药品名 IN作为刺根 为新药做了命名 这个名字就是 一个被拜尔视作核心资产的名字 一个改变了退烧药发展史 甚至改变了世界医学史的名字 一个引发了一系列商战 和大国政治斗争的名字 回顾阿斯匹林诞生的种种勾心斗角 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的吊诡 它诞生于一代代科学家 前赴后继的研究 但它的起点 却来自于一个意外 而它和海洛因 不仅出自同一人之手 而且只隔了两个礼拜 甚至连合成原理都有所相通 几乎就是同门兄弟 只不过这对兄弟的药效 南辕北辙 一个和安定青霉素 并列为世界三大经典药品 为无数病患带来福音 一个则是最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 夺走无数人的生命 让无数家庭陷入破罪 就连阿斯匹林诞生的时间 1899年都显得如此巧合 它在步入20世纪的前夕面世 那时没人知道 这个世纪会是人类历史上 最风云起伏的100年 也没有人预料到 阿斯匹林与这百年的人类命运 会以怎样的方式 彼此交缠 彼此影响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谈谈 退烧药背后波澜壮阔的现代史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